这种感觉确实是太多了 而且我真的记不住 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辨认 就是这种密码盒的 本样都是我们的楼 有时候走到我们的楼 一栋楼我们有十万 夫妇弟姐听说今天我上热搜了 但是我有两点想要在这里 是去澄清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在这里是去澄清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视频当中所说的 我的身家已经是百亿身家 其实不是的 因为大多数的房子 都是我从一手房东那里承包过来的 只有少部分是自己的 所以那个算法呢 其实是不对的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每一栋楼赚多少钱 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我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有些是赚几万 有些是十几万 有些是几千 甚至有些 如果早期拿得不好的 甚至是有亏本的都有的 那个五十万呢 是因为我说 他问我说 最高的一栋楼赚到多少 我说有赚过五十万的 那他只是我的其中一栋楼 而且是比较特别的一栋楼 因为剪辑的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大家对我的误解比较深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房子 都是城中村的房子 没有大响 大响的那么高大上 建议你们做包住婆 太累了 你看五一你们都出去玩了 我还要在家收租 还有搞卫生什么的 唉 不过想想每个月 我好像也就忙这么几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